作为我国唯一同东盟海陆相连的省份,广西的区位优势独特,是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。 多年来,广西接连出台并落实落细各项会台立民政策措施,让台商台企发展政策更好,环境更优。 在贵台企,踏上大陆改革发展节拍,立足广西服侍南疆,分享大陆发展机遇,不断深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。请看详细报道。 庄九亿是台湾有名的辣椒大王,与辣椒打了一辈子交道。 农龄22条措施的出台,让他看到农业发展在大陆的新机遇,决心用辣椒助力广西乡村振兴。 从屋到有,他用两万多亩的宝岛美人胶,搭建起两岸融合发展的桥梁。 近十年来,庄九亿不但帮助当地民众脱贫,企业也从中获得发展机会。 2021年,庄九亿的企业辣椒总产量达5000多吨,总产值达5000多万元。 2021年开始的十四五规划将是经济全面起飞的震撼物理。 国家举全社会资历推动乡村振兴。 台宝们也要搭上国家乡村振兴政策红利的快车。 2005年,台泥贵港水泥有限公司成为贵港市首家建筑的台湾企业, 作为当时广西最大的台资项目。 十年来,台泥贵港公司从签约到投产,不仅创下台泥集团签约速度、建设速度等多个第一, 目前在大陆水泥行业处于头部位置。 而这得益于地方政府推行31条措施、广西80条措施等会台立民政策, 完善联系服务台企等体制机制建设和帮助协调解决矿商开采权、企业用电、家属子女就读等大小问题。 在贵港这十年来,政府的营商环境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友善的, 尤其是在政府效率这一块,包括我们相应的取得啊, 然后一些政策的支持,其实都是非常迅速反应的。 在中越边境的广西平祥市,来自宝岛台湾的黄骏癌已经在紫扎根21年, 他把生意做到了越南,把家安在了边关。 从做大的家居到小的工艺品,黄骏癌应份利用广西是中国面向东盟交流合作的重要窗口 和各级政府为台创造的诸多便利,将红木事业越做越大。 地方政府在诸多方面呢,给我很多的便利,很多的协助, 那也很谢谢这边的乡亲父老,他也很接纳我,虽然我是外地人, 但是我现在在这边,我觉得我是像广西人。 或比较少 сп